《大师烈传》 文艺是引领时代前进的号角 它最能展现时代的风貌 它也最能引领时代的风气 如果说有一种艺术门类 它如同人类的语言一样 但却可以不分国界 跨越时空 超越种族 那它一定就是音乐 她是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 也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舞台的中国指挥家 由它职棒的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土楼回响》 曾在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演出 它在交响乐 歌剧 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桥梁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音乐之美 她坚持扬违中用 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 让世界听见中国 她就是著名指挥家 郑小英 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这位一直致力于用音乐滋养心灵 让世界听见中国的著名指挥家 郑小英老师 有请 欢迎郑老师 大家好 在这将近跨越一个世纪的时光当中 对一位指挥来说 音乐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您的生命里 它扮演着什么角色 音乐是时间流动中的艺术 歌剧交响乐 它很丰富 你可以从中 你的智慧都会得到启发 你会获得历史知识 它可以长你的修养 为什么我们愿意投入 你的生命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是有价值的 对提升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 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 你才值得去投入 其实对您来说 跟音乐的结缘超过了 我们现场很多人的年纪 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郑老师究竟是 如何和音乐结缘 如何和交响乐结缘 让我们顺着时光的河流 一起回望这段历程 1929年9月 郑小英出生在上海 同年时 郑小英一家 曾与著名的抗日七君子 沈君如和史良为名 而如木展 受到深深的爱国主义教育 郑小英至今都收藏着一个银色封面的小本子 上面是史良沈君如等前辈写给她的话 幸运的小英 你要学着追赶着 负担起中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 才是真正的救国 1948年 淮海战役打响 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就读抑郁科的郑小英 听到消息后 和其他同学商店 一起离开南京 奔赴解放区 大家看到郑老师 其实学医学得好好的 但却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音乐追求 要奔赴解放区 那个时候会感受到音乐 其实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 在实现理想的过程当中 有这种感觉 在这个之前我不理解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 就是唱一点进步歌曲 比如说世卫游行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团结就是力量 那就是当时的学生运动里面 唱的最多的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鹰 爬起来再前进 那个时候都是歌声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年轻 充满了激情 我从小是学点钢琴 莫达特 海敦 贝多芬 肖邦 人类优秀的音乐作品 它给人的情感上的冲击 或者是影响 那是相通的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两样 但是我真正地了解 我们民间的音乐 还是到了解放区以后 当时是开封 我在那里看到那些北方大汉们光的上升 那个这里有那个皮带 上面还有钉子的那种皮带 大的这个大骨 从街上走过去 螺谷喧天 我是从上海弄荡里长大的小姑娘 看得那个神奇 我觉得那个 给我冲击非常大 当我到解放区以后 在一个文工团里头 我受到的最初的教育 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育 在我们文工团里头 大家要拿着简朴本 要学歌了 没人认识简朴 唱唱唱的都节奏也不对 我说这个不对 这应该 副点是这样的 那切分音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说 哟 你还挺棒的 你来打牌子吧 我就从那里开始当了指挥 抱着满腔的革命热忱 郑小英老师 从此也开启了 她自己崭新的人生道路 那么在这之后 她又经历了什么 她又如何踏上了 自己的指挥之路呢 几年的文工团生涯中 感受到的 来自民间的各种音乐元素 给郑小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之后 她有了一生鸣记的感悟 音乐是人民创造的 音乐家来自普通百姓 之后 郑小英被保送至中央音乐学院 作曲系学习 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后 郑小英如鱼得水 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 在读到二那年 一天她突然接到学校通知 要她立即去会课室 接受苏联专家的面试 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文工团里 下指挥来着 胆也挺大 再加上我因为从小学点钢琴 我的耳朵 我的琴 让她觉得我有培养前途 所以她就把我跳到那个班上了 那个班上十九个人 只有我一个女生 所以我就变成中国第一个 受过专业训练的 合唱指挥 中央学院院长赵峰院长 她是我的伯乐 她看中我 觉得我有培养前途 所以后来有机会 到苏联去学习 交响乐指挥的时候 她就派我去了 所以这个问题 我那个时候 九十年代到美国去 在哈佛大学讲课的时候 他们那些记者 就问很刁钻的问题 你是怎么战胜那些男人 站到指挥台上去的 对 以前这是被男性 清一色统治的一个角色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年代 他们对女性的指挥 是有很深的性别启示的 我就要给他们解释 我说我们的制度 跟你们不一样 我学习优秀 回来他们为以重任 仅此而已 但是我在苏联的期间 有一件事情 对我的人生的一个转折 让我成为一个歌剧 交响乐指挥 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就是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学生 我在一个苏联的一个大的歌剧院里面 我职棒了一场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 那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 那一天当我出场的时候 那个苏联的观众 当那个主持人说 今天的演出 我们请那个中国的女研究生 郑晓英 观众一听中国 世界鼓掌 一般来讲 那个给指挥追光 然后观众鼓掌 都在第三幕才做的 但是那次 我只要每一次我出场 都给光 这也给我很大的鼓励 郑老师 您刚才讲到自己第一次 站上国外的歌剧舞台 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指挥 今天我们现场 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个指挥棒 所以今天我们要在节目现场 请郑晓英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指挥棒 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和奥妙 这个本身没有任何的奥秘 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有的是木头棍 有的是有机玻璃 当没有带的时候 筷子也可以 中国人有筷子 铅笔也可以 这个没有徒手一样 为什么要用棍 因为乐队的作品很长 他们要有很多的谱子 他们要看的谱演奏 因此他们只能用余光 注意那个指挥 指挥的手太短 来这儿比划 他们就看不见 这个就延长了指挥的手臂 帮助他们看而已 所以它本身没有什么奥妙 当然你怎么使用它 这里头有一点学问 这要看谁用 如果咱们拿起这个棒子 可能交响乐团的老师们都会晕 在您个人的音乐之路上 站在国外的舞台上 就是这样的一种交融 从那一刻开始 它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吗 你会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里 会冥冥中有一份什么样的责任 或担当吗 是的 我是63年回来的 中央歌剧院那个时候 在林诺涵文化部副部长的率领下 来做一部歌剧叫 阿姨姑里 所以我在阿姨姑里的排练 我就把我在莫斯科的那点经验 都带进来 那个时候乐队里的朋友们 同管乐器放下乐器 每人一个都不拉 练了练了 他们哪里弹过这个 天天练练 连指甲上的都破了 都流血了 都还在练 所以那个戏非常成功 这样一来呢 对于这个剧院 对于这个洋歌剧 所谓的洋的方法的歌剧 的生存 所以有很积极的意义 我就很想让大家 能够知道这点故事 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辉煌 今天事业的成就 都离不开前辈们 曾经付出的血汗 1979年 西方歌剧《长花女》 在北京市武道口工人俱乐部上演 为这场演出 郑晓英做了精心的准备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台上的表演者 尽管非常投入 但台下的观众 却感受不到 这出歌剧的魅力 而且嗑着瓜子高声说笑 台上的表演者 尴尬不已 很郁闷 我不晓得该怎么演 而且我的身后的那个 吃针子那个摄影 跟我的那个节奏还不一样 指挥家的耳朵就是好 他能分辨出这是针子 这是瓜子 但总而言之都是影响我们 对艺术欣赏的一种杂音 那怎么办呢 我想我只有通过个人的努力 我能做什么呢 我就做了一个 二十分钟的一个音乐讲座 就是讲歌剧 你要听音乐 不是广看故事 广看故事 你就看小说 看电影 郑晓英是大片的 长篇 那不可能是几秒钟 你就兴奋了 就忘掉的 你要能够沉下心来 听 启发你的联想 然后会影响你的智慧 你会变得更聪明 所以您常常提到的 阳春白雪 贺者日众 也成为了您这条道路上 不断追求 也日益得到实现的一个理想 后来总结了 那个算是个座右铭吧 叫阳春白雪 贺者日众 我是做阳春白雪的 我不必会 但是我希望贺者 贺应者 哪怕一天多出一个人 那我也心安 所以可能对您来说 依然是路漫漫 您还会有很多事需要做 郑晓英是厦门爱乐乐团的 首任艺术总监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常常带着乐团出国演出 他希望让世界更多的 能够来了解 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现状 然而这条路到底有多难 西方观众是否真的能理解 等待郑晓英老师的又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 让世界通过音乐了解中国 是郑晓英努力的方向 哪怕在三次身患癌症期间 他也从未放弃过 1997年11月 当郑晓英正在紧张地准备 去国外演出时 一个巨大的打击突然降临 他被查出患有直肠癌 白天看病 晚上还如约去做讲座 讲到兴奋处 郑晓英便站上桌子 现场指挥学生们合唱 在办住院手续前 他只追着医生问一句话 我还能指挥吗 手术后的他非常虚弱 人们一度担心 他是否还能回到 他热爱的那个指挥台上 但即使在最艰难的康复阶段 他也没有放弃锻炼和准备 1998年5月 郑晓英奇迹般地 站上了爱沙尼亚塔林的指挥台 一口气指挥了两场中国作品交响音乐会 当他指挥乐团演奏根据中国古典名曲 霸王谢甲改编的协奏曲时 在他刚性有力的手势之下 五战场上金戈铁马的激战场面 让异国的观众如同身临其境 人们不禁感叹 他们所熟悉的那个郑晓英 回来了 2007年4月 郑晓英带着中国交响乐诗篇《土楼回响》 赴法国巴黎 德国的埃森 柏林 美因斯 安斯巴赫 斯图加特 以及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 和意大利的罗马等地 巡回演出 这次郑晓英称之为 到关公门前去耍大刀的土楼西行 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之后 郑晓英又帅乐团 在20多个国家 成功指挥演出 中外歌剧和交响音乐会 1600余场 而他所带给世界的 中国原创交响乐作品《土楼回响》 也在12个国家和地区 完成近80场演出 请郑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部我们民族的交响乐作品 好吗 我的祖先是永定的客家人 我就带着一种好奇的心理 要去寻根问祖 我到了那里以后 我看见了土楼 非常震撼 因为在那样的偏僻的山沟里面 有这么好的建筑 而且里面处处体现了文化 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民族真了不起 正好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家 刘源 他也充满了热情 他对这个事情有灵感 土楼回响 他的那个主题 写我们中国的一个族群 客家人 他们的奋斗 开拓精神 和他们的团结 他们对祖国的眷恋 当年他把这作品拿出来 我就在那个肯定大会的闭幕式上 上演了 对了几千来自世界各地的 客家人的代表首演的 那些人都不是交响乐爱好者 我相信他们不见得爱好音乐 但是这部作品让他们感动 想不到我们客家人的音乐 还能够在交响乐的厅堂里面 被听见 被这样的演奏 那么我作为一个表演者 我就有义务把它带到全国 带到满世界去演 可是对于当时的您来说 也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 这一定是一件挺挑战的事 因为有文化背景的不同 大家也许不能那么好的理解 您希望在舞台上展现的这些作品 到底传递着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那对您来说怎么办呢 我就一心一意地希望 人家能够了解我们 中国人也在努力地 扬为中用 学它的技法 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 讲中国故事 哪怕我们好像看起来比较初步 我们也在创新 西方的一颗种子 洒到东方的一个卧土上 开出了一个奇巴 这个奇巴 他们也会感兴趣 在美国 在旧金山 戴维斯交响音乐厅 当地民众 二百四十人的合唱团 一起唱 万一路来 Shouldn't you visit what you have not yet what you wa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在俄罗斯是上了 Cherkovsky的音乐大厅 在圣彼得堡的 马林斯基剧院音乐厅 在美国是在 旧金山的那个David's 交响音乐音乐厅 我们在新加坡是在 流连音乐厅 都是一些世界顶级的音乐厅里面 我们邀请的都是 他们的社会的主流的人 来听我们 而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是要进入 他的主流社会 让他们认识中国 所以在这点上 推动了中国交响乐 走向世界 我也努力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 郑晓英老师 其实他的角色 绝不是单纯 是一位指挥家 他还是一位 音乐魅力的传播者 还是文艺高峰的攀登者 其实说到文艺高峰 这四个字 我也想知道一下 您是如何来衡量这个艺术高峰的 我们现在社会上还一般都是认为国际比赛获奖者高峰 但是我从我指挥这个行业来讲 我还看中另外一个内涵 能够在世界上拿奖 那只是一方面也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全体人民的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 这个我深有感触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教授 我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我们国家水平的事情 但是我一到了基层我发现差得太远了 我们那么伟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只在几个都市里面做得很极致 但是大广大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非常伤痛我 所以我就扎根在那里 我就慢慢地把当地能够建设成为一个有交响乐的城市 尽管很辛苦 但是我做出了一点成绩 现在我又想把它做成一个有歌剧的城市 因为我觉得文化的高峰 不仅是尖子的成绩 而要在全民的文艺的音乐素质的提高 来我们看看现场的哪位朋友 有感兴趣的问题 想要向郑晓妍老师提问 你好 郑老师 就像刚才说的您战胜了三次癌症 虽然您说起来特别云淡风轻 但是我还是特别想知道 帮助您恢复健康 包括您现在一直保持这样的活力 有没有什么秘诀 没有秘诀 就是我比较冷静吧 既来之你就对付之为 生命也只有一次 所以你要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能够尽你的可能 做一点对于社会 对于人们有益的事情 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幸福 应该是这样 谢谢 好 在我的理解里面 指挥家它是整个乐团里面的一个核心 那么我想问 您有没有受到职业的影响 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呢 从艺术总监的角度来讲 需要强势 需要有一些事情做一些决断 其实平常生活里头我是很随和的人 在生活上是很粗放的人 怎么都行的人 因为在我的工作 对我的要求是 你没有经历来想到其他的 在艺术的海洋当中 开拓创新勇往直前 扬为中用 而且让世界听到中国 郑晓英老师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单独地交给郑老师 进入我们的论道环节 来 掌声欢迎 我们中国是有古老音乐文化的一个民族 我看史料上讲的 我们中国发现的那个古迪 是八千年以前的 古人非常看重音乐的教化能力 我们今天应该传承和发展这种精神 你看我们的音乐故事 刘邦一曲 楚歌就吹散了八千子地兵 人们一听到楚歌 就好像想家了 宴战了 用音乐做武器了 我们国歌 起来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一曲尼尔的战歌 在这样的精神的鼓舞下 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音乐有神奇的作用 它凝聚人心 它鼓舞士气 它启发你的智慧 另外呢 就是我们向文化交流的时候 也要多样化 一方面是我们民族的东西 民间的歌舞 民族的契乐 或者民族的戏曲 这都是我们国家文化的精粹 要去向别人展示 这是必须的 但另外 从我的本行来讲 也要用他们懂的 外方比较世界通用的语言 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故事 我们也要回 这点也很重要 各个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 所以你不要去说 哪个好哪个坏的 你要去找到一个通用的语言 我能够说一种话你能懂 让你也能明白 我的文化 我这里也要探索这方面的 而这一步你需要用好作品 作为交响乐 交响诗篇 我带着那个土楼回响 为什么洋人老外他们能够听下去 而且还给予热烈的反应 因为这个方式 他们懂他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对他们来是熟悉的 所以他们被感动 我走到哪里 一首客家山歌 都让当地的合唱团 跟我的乐队互动演出 我就问说 他们怎么会唱 我把谱子发给他们 然后我请他的合唱指挥 在电话上 我告诉你怎么发音 他就一个一个记住 他就去教他的合唱团 他们就唱会了 他也 我的台上他们很兴奋 到这个高潮全体 连金池的 柏林的 威多芬的 听众的后代 他们都跟我们一起唱 这个场面让我很感动 这就是说 遥远的东方跟西方的文化 在这个点上 冲撞 冒出火花了 多美好 我就可以有足够的信心 把他一个一个地带到世界上去 要让世界承认 中国人 也能在世界的音乐宝库中 也能够占有一席之地 让世界听到中国 谢谢 谢谢郑老师 在顿道当中给我们的分享 您请坐 我想刚才的分享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无比珍贵的一份礼物 在这样的分享当中 我们见到了 他扎根人民 向着人类精神世界 最深处探寻 他以一颗真挚而执拗的心 敢闯 敢拼 永不言弃 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中国旋律 让世界听见中国 我想 这正是我们新时代 要铸就的那一座 文艺高峰 我们期待着 郑老师 可以跟更多 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 在未来 让世界听到更响亮的中国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郑晓英老师 谢谢她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节目 再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